好 我們更進台灣的疫情發展 今天新增加了一名武漢肺炎的確診個案 累積確診45人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說明這第45例 屬於第34例的院內感染衍生 目前研判是醫院內的環境污染造成 屬於在該院裡面 同病房不同病室出院的病人 案34他待的那個病室裡面 也一樣有去做採檢 在他的病室的床欄杆、床墊 還有他的浴室 使用的浴室裡面 我們確實也檢測到所有病毒的存在 這幾個確診的護理師也沒有照顧到他 所以目前懷疑可能是環境的污染所造成的 張上淳醫師呼籲民眾要重視手部的清潔 因為第34例所接觸的醫護人員 從他們隔離衣和口罩上面都沒有驗到病毒 而是在環境留下的病毒比較多 因此照護團隊要特別的留意手部的清潔